聽講這麼勇敢的神經病 也有吵架嗎 有啊 我 我吵架我就一生氣 我是不會講話 就發抖 就罵講話 因為我老公口才很好嘛 一定吵不過他的 我就會寫信給他 你寫七張紙 罵他 號稱台灣最美麗主持人的方方方 已亮出豐功偉業 綜藝大哥大姐也要敬畏三分 今天一塊收看我們就在今夜的話 一定會增進彼此的感情的 一開始都是高中畢業生 就進入這個圈子 都沒有受過正統的演藝訓練 那還好八哥就一路教我 很多主持的一些技巧啊 咬字要清楚 要用力 講話才清楚 那所以回家有時候還要讀報紙 然後他那個時候也講 他說 你損人家完了 你自己一定要再把它能夠圓回來 應該不會吧 因為主要現在不住台灣 台灣的現在 綜藝節目的製作成本都比較低 巧婦難為五米之吹 那你沒有錢 你知道要怎麼做 你知道要怎麼做 我覺得台灣已經很棒了 你講得這麼勇敢的事情 跟別人吵架 沒有啊 我吵架我就一生氣 我就不會講話 就發抖 就罵髒話 因為我老公口才很好嘛 一定吵不過他的 我就會寫信給他 一寫七張紙 罵他 他就會一項項解釋 我說第一怎麼怎麼 第二怎麼怎麼這樣 他怎麼會一起 會一起倒退 可以被他本身 也沒有啊 就是老來辦吧 不要要求別人改變 就比較開心 然後我覺得把重點 放在自己身上 讓自己開心很重要 所以我幾乎每天都要出門的 每天都把自己排得很滿 是的 現在方方方除了把時間留給自己 還忙著散步愛 前幾個月 跟協會去做探訪 一個獨居老人 就去到那個地方 就是很小的一個客廳 只有一張很破爛的沙發 那是九十幾歲的毛伯伯 那天毛伯伯就 清晨四點鐘 起來和麵 因為知道我要來 和麵做了一個很大的餅給我 他那個和麵和完 他那個手是腫的 然後我又看了他家的場景 我就跟我妹講說 哎呀 我小時候的環境就是這樣出來的 我會是眷春 我會是這樣的環境出來的 可是 我說我們現在生活得這麼好 我們有什麼理由 把我們的福氣 分享給別人 好 師傅 我會是 我會是 坐著 我會是 你的 我會是 我會是 感谢观看